容器类责任业者范围说明 根据不同形态的容器业者类别 分别应该负不同的责任 容器商品的制造输入业者需要登记、申报、缴费 但是空容器的制造以及输入业者 还有容器商品受托制造的业者 只需要登记以及申报 不需要为该商品缴纳费用 容器商品的制造以及输入业者 需表2申报表中申报营业量以及进口量 也就是容器购入、委托代工 以及容器商品进口的数量与重量 容器空瓶制造及输入业者 需表6申报表中申报空瓶的销售对象 和销售的数量 而容器商品的受托制造业者 需表12申报表中申报受托的制造量、委托者以及空瓶的购入量 也就是说代工的对象、代工的交货量 若有帮委托者买瓶子的话 就需要申报代购空瓶的数量 接下来说明容器在业者的列管范围 列管的容器商品必须符合三大要件 第一项 容器的容器需低于17公升以下 大部分家庭家户所产生的容器 容器大多为17公升以下 而目前容器超过17公升以上的容器 且自行回收再利用的状况也非常普遍 第二项 材质 部属于带、磨、布、钵等包装 且容器的主要材质为列管材质 列管的材质有 铁、铝、玻璃、塑胶、铝箔包、植物纤维、生纸塑胶 已经经过静蜡处理或涂布贴合塑胶薄膜或铝箔的质类 第三项是内容物 容器装填的内容物需为列管的31项种类 以上三项 容器、材质、装填物 都需符合才属于列管的责用物 容器的定义是指锁列管的容器商品 容器需低于17公升 所以小于17公升就属列管范围 而若刚好等于17公升或17公升以上 则非属列管 如果使用的18公升容器 装填于17公升以下的列管内容物 此种形形还是非属列管 判断的标准为容器的容器 而非商品实际装填的容量 而容器材质若是袋、磨、布、薄等包装 或非公告列管的材质 此容器则不列管 举例来说 装填饼干的袋子 包裹中药材的布袋 包裹肥皂的塑胶薄膜 包巧克力的锡箔纸 这些情形都不是公告列管的责用物 接下来为公告列管材质的范例 公告列管的材质包含铁、铝、玻璃 包装方式不论是盒装、罐装、液开罐、瓶装等等 皆属于列管 纸类容器列管的只有免洗餐具、气密或易密包装的纸容器 气密或易密的意思是 比如说牛奶盒的易密脂容器是可以防止液体露出 气密的脂容器 比如说洋芋片的罐子 可以防止空气跑进去 让洋芋片始终保持干燥 一般的瓦刃纸是未经涂布 贴合塑胶薄膜或铝箔的纸板 所以并不列管 铝箔包的定义 指的是内含有质、铝箔以及塑胶复合材质 最常出现于食品类 至于塑胶 我们基本上全部塑胶都有列管 列管的包含PET 也就是所谓的宝特瓶 发泡PS就是保力龙 未发泡PS如养乐多杯 PVC如清洁剂瓶、高饼盒、蛋盒 PE如清洁剂瓶、牛奶瓶 PP如一次用的饮料杯、果汁瓶、豆浆瓶、免洗餐具 如果不是上塑六种的塑胶 就通通属于其他塑胶 比如ABS塑胶就是其他塑胶 列管的容器材质还包含植物纤维 跟生殖塑胶 植物纤维此处仅限免洗餐具 生殖塑胶常见于饮料杯冰品 另外像是锡、木片、竹藤、竹筒、陶瓷、钢瓶等等都为列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列管材质的范例 如吸管 吸管是吸食饮料的用具 并不属于公告列管的容器 酱料壳折桶属于带装形式 也并非公告列管的容器 旅行组中的外盒 非属公告列管范围 但因为其中的牙膏属于列管范围中的人身清洁保养用品 所以牙膏容器需要生报 碳粉匣则视为印表机的零件 不算容器 不需要生报 做没有装填物的保鲜盒 茶杯 因为没有装填物 便不符合容器商品的规定 泡壳形式的包装 视为产品包材 并不属于公告印回收容器 折叠贴合形态 是非列管的材质 所谓折叠贴合 是指容器的塑胶外包装 以塑胶的平板折叠后 再贴合而成 或以塑胶板折成立体形态 这些都不列管 容器商品列管三大要件之一 还包含内容物 所装填的内容物 需符合简报中的这31项内容物 才算列管 接着是公告列管的装填物 如食品 调味品 醋 食用油脂 饮料 矿泉水 还有酒类 氨基酸类 几多种维他命之内服液剂 氧气 还有化妆品 化妆品不包含彩妆类 所谓的彩妆 指的是有颜色 有亮光的化妆品 如唇膏 眼影 腮红 眉笔 剪毛膏等等 简报上的图片可以看到 涂抹在皮肤上 有颜色 光亮色泽的情形 就认定为非裂管的彩妆类 而人参清洁保养用品 除了洗发精 沐浴乳之外 像是棉花棒 牙线 也是清洁人参用 所以用裂管容器装填 也属于裂管责任物 而动物使用的清洁用品 也是裂管的内容物 还有精油 海水 盐 清洁剂 酒精 眼镜清洗液 保养液 以及纸巾 湿巾 干燥剂 除湿剂 电瓶液 润滑油等等 铁色剂 颜料 染料 墨 是指一般用于印刷 书写 绘画的颜料 蜡 擦光剂 除垢剂 涂料 黏灼剂 填缝剂 瓦斯 煤油 环境卫生用药 农药 肥料 其中药品容器 是民国99年开始公告列管的项目 目前列管的是成药 医师药师又寄生指示药品 处方用药则不在列管范围 列管条件是看 出厂时售出的包装标示来下判断 接下来是一些容器范例 毛巾蛋糕属于毛巾做成的容器商品 装填物是人身清洁保养用品 材质上层是平板容器制成的盖子 下层是平板容器制成的底座 所以责任业者必须以底座为容器本体 申报底座为材质 上盖为附件 特殊款式的蟑螂药 图片中持款蟑螂药的容器不同于一般所认知的容器 但依然裂管 需要申报 切花保鲜剂 主要用途是用于延长花朵擦屏的寿命 属于公告事项的肥料 染发剂 用途为让头发染色与定色 属于化妆品范围 属列管范围 图片中为非列管的装填物范例 像是玩具只要取得标减局的标章 就非属列管 食品添加物 若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也非属列管 动物用药 若符合农委会动物用药管理办法 检验登记 也非属列管 接着是非列管装填物的范例 胶粘滚筒 即清洁滚轮 非属清洁剂或纸巾 湿巾范围 亦非人体或动物清洁 或保养之用 不属列管 PH4纸片 也不属于公告的装填物 而若是一个容器商品 使用多种容器装填 如图片中所示 小果冻是列管的容器商品 将多个小果冻 放入一个塑胶桶中 塑胶桶也是公告列管的容器 所以要身包缴费的 除了小果冻盒 还有大塑胶桶 如果一个商品 使用非列管的材质包装后 放入列管的容器里面 那么容器还是需要申报缴费 比如将食物放置进塑胶罐里贩售 塑胶罐装食物便属于容器商品 需要申报缴费 若贩售属于列管装填物的商品 随之搭售 护肤阵的空瓶 如果是列管材质 也必须要申报 由下面这个案例来看 业者制造或进口的空瓶是列管材质 但因为没有装填内容物 本来不需要申报缴费 因为搭配清洁剂贩售 里面装了清洁剂 而清洁剂属于列管的装填内容物 所以需要申报缴费 在申报的时候 除了要申报容器以外 容器的附件也是要申报的项目哦 容器附件包含盖子 提把 坐 喷头 压嘴 和标签 如盖子 若具有遮盖作用 皆称为盖子 举例来说 玻璃瓶盖 偶特瓶盖 化妆瓶盖子 洋芋片封膜 软木塞等等 养肋多上的封膜 有提把的盖子 奶粉罐的铝片 及盖子 八宝粥的铁片 清洁剂 沐浴乳的喷头 以及压嘴等等 图片中为非容器附件的案例 如吸管和吸管带 药水上面的凉杯 烤肉酱的刷子 以及因拼所附的汤匙 都不属于容器附件 以上是有关于容器类列管范围的案例 由于科技不断在进步 产品日新月异 若出现与过去不同的产品 有无法判定的情形 可以拨打咨询栓线 加密研究的一盘